尊敬的会长 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掀开劝发菩提新闻 第三页 第一段文 从第二行 倒数第一句 看起 场文 入道 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极物 立愿居先 愿力 则众生可度 心发 则佛道堪成 苟不发广大心 立坚固愿 则重经沉洁 依然还在轮回 虽有修行 总是徒劳辛苦 故 华眼睛云 妄是菩提心 修读善法 事明摩业 妄是善儿 况未发呼 故知 欲学如来成 必先修发菩萨愿 不可还也 从这一段看起 文章一开端 大师先是以无尽的慈悲 劝勉大众 希望对发菩提心 这一桩事情重视起来 然后说出这里面的原因 对于修行人来讲 发菩提心 必不可少 非常重要 敞文 入道要门 发信为首 敞就是曾经 敞文就是曾经听闻过 佛在经上 这样讲 这说明下面所说的 都是由经典做依据的 常常读经 看到佛在经上 多次的说明 发心的重要性 所以大师一开端 就引用经中的教诲 直接了当 为我们点出 发心的重要 入道要门 这个道就是无上佛道 门就是门禁 入门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入佛门 大家都入佛门了 至少走进 这两扇大门了 这算不算入佛门呢 不能说不算 大摇大摆走进来了 怎么说不算呢 我们也有 皈依症了 甚至学佛 有好多年了 所以我们习惯上 都会说 我们是佛门弟子 事实上 佛承不承认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 入祝佛之门呢 假如我们真的入门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入门之后看到了什么 走进这个房间 你看到什么了 既然入门了 门里面有什么境界 能不能说得出来 我们从这个地方 去观察 去反省 入道要门 说的就是发心 说深刻一点 这个门是讲的自信之门 说的通俗一点呢 就是真正入佛法之门 我们知道怎么学佛 知道怎样修行 入门的意思 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们找到门路了 知道怎么修行了 也发心为首 这里面 没有说 要读什么经 修什么法门 先说发心 发心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认清方向 知道门路了 不会入错门啊 我们是入的佛门 而不是邪魔外道之门 这个发心要纯正 也就是说 我从今天开始 我认识到佛法的重要性 我要发心 学习佛法 这个发心 就是主动的 有兴趣 在佛法中修学 这是比较简单的理解 更进一步啊 我要学习 无上佛道 要像诸大菩萨一样 发心 立志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把我们本有的这一种觉悟 开发出来 这个发心呢 就是开发本有的菩提心 发菩提心为守 守就是排第一的 所以一进佛门 我们常常听到 佛门的长老们 这些大德 为我们开示 常常劝要发心 发什么心呢 我们做世间任何事情 都离不开发心 发心就是 我愿意这样做 我有意思去做 那么今天我们来念佛 我发心来念佛 通常我们可以这么去听闻 在这个地方啊 具体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用一种觉悟的心 来看待这一桩事情 接下来对应的 就是修行 发心修行 就是我们今天学佛了 学佛要修行 说到修行 这两个字 有些社会大众啊 产生误会 认为修行 跟我没关系 跟什么人有关系呢 跟那些和尚有关系 这修行是出家人的事情 除和尚之外 还有哪些人呢 跟那些老太婆有关系 有些人以为修行啊 是很清闲的人 年岁大了 修一修 求个来生的好去处 或者对聂夫人来讲 修一修 将来走得比较好一些 对于普通大众 修什么行啊 好像 无关紧要 一般人的理解 修行就是天天 敲着墓鱼 拿着经本 参加一些活动 认为这叫修行 其实修行的概念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修就是修正 行就是行为 修正种种错误的行为 这就叫修行 我们是凡夫啊 肯定有些行为不太妥当 各行各业都不例外 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工作才会越来越顺利 这一种提升的过程 就是修行的过程 这样就越修越行 如果要不修呢 那就不行了 所以修行 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做 如果不这样做 那就叫自甘堕落了 所以这样去理解修行 它是积极的 一丝毫消极色彩都没有 我们应当正面去理解 那么修行的方式呢 很多人认为 是不是要天天 抱着经本在那边念 敲着木鱼在那边听呢 这个道不一定 这只是修行的一种方式 我们了解修行的内涵之后 就知道 修行有很多方法 只要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完善自己的人格 这就是一种修行的过程 改过自新 断恶向善 这是属于修行的原则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重点为我们说明的 是修行最重要的事情 在哪里 就是我们今天讲修行了 修行从哪里修起 修行极物啊 当物至极 立月居先 这跟前面的发心是对应的 其实是分开来讲了 就是我们走进佛门 要发心修行了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从立志 发愿 发菩提心开始 没有说从读哪一部经开始 选哪一个法门开始 先说发心立月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讲的动机 发心要纯正 就是我为什么到佛门里面来 我为什么要修行 目标要明确 动机要纯正 这样才谈得上修行 如果目标不明确 动机不够纯正 就越修越偏了 可是有很多朋友认为 就是我们很多学佛的朋友认为 修行什么最重要呢 读经重要 念佛重要 持守重要 或者说修善修福重要 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 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去 什么最重要呢 先要认准目标 不要走错路 这个最重要 是不是 然后我们才去选择交通工具 是自己驾车 还是步行 或者乘飞机 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这个摆在其次 如果没有认清目标 你说我出门了 就慌里慌张往机场跑 也不论是哪一班飞机 就直接上去了 本来你可能是要去吉隆坡的 结果帮你送到新加坡去了 这个就是没有分清楚 轻重缓急 所以修行头一件事情 前面认准目标 脚下立定脚跟 发心存证 这个是最为要紧的事情 利愿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学佛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 把这一桩事情 给轻视了 比如我们念佛的同修 我们很多时候总认为 我就念佛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发心发愿的事情 好像我已经具备了 事实上 发心发愿 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的 纵然前面已经发了 还要不断的发 要把它养成一种习惯 这本身就是一个修学的过程 只有这一种坚强的愿力 才能推动我们 念这一句佛号 一向转力 而不会间断 不会懈怠退转 如果这个心愿 没有真正发出来 这一种行识 是很难持久的 它没有动力 所以这个愿 一方面是我们自愿 欢喜 另一方面 是要认清楚 我们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就像大海航行一样 必须要认准目标 要有指南针 否则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这个两句是从正面劝 接下来更进一步 为我们说 愿力则众生可度 心发则佛道堪成 这个愿一旦立下之后 下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就说明愿的重点是什么呢 度众生 有很多同学说了 我也发了 众生无边是愿度 真的愿度吗 请问 真的愿意度众生吗 先不要说 是不是真的去做了 先问我们 是不是愿意啊 有没有行动 先不论啊 愿不愿意 那个很讨厌的人 愿不愿意度他 不是真的要去度他 你只是愿意就行了 是不是真的愿意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对照一下 我们那个是愿度 是真的发自内心 说出来的吗 都未必啊 那个愿就是心甘情愿 那个最讨厌的 最可恶的众生 我发自内心的愿意度他 我现在虽然没有能力 但是我有这样的心愿 这个愿算发出来了 一旦我有能力了 我一定会度他 这样发愿 这个愿才算真正发出来 如果不是这样发 那么此地所说的愿力 这众生可度 就变成空话了 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愿意 然后心发 心就是菩提心 往上面去看 菩提心一旦发出来 成佛 可期 期就是期望 就是成佛 对一个发菩提心的众生来讲 是早晚的事情 肯定成佛 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 纵然中间有退转 没关系 他的因种下去了 当然如果是要想在今生 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成就的话 这个心必须要勇猛经济 保持不退转 不懈怠 实际上大师所说的 正是这样一种发心 就是果然发心坚定 不对 此生 则佛道堪称 对聂夫人来讲 我们的信愿之心 如果真的这么坚定 此生 各个往生 这是真的 所以往生 不要问别人 就是能不能往生 不用问别人 问我们自己 我真的愿意去吗 我真的有信心吗 你说我也愿意啊 我们常常就听到一些念佛同学讲 我也愿意啊 不是不愿意 我也愿意去 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去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同感 极乐世界我也愿意去 不知道能不能去得了 这可能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 我极乐世界是太想去了 可是这一边呢 我也觉得挺不错 这也是一部分念佛同修的现状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这样想 极乐世界 我是非去不可 不是能不能去的问题 而是非去不可 不要再问能不能去啊 这一点 我们要认识清楚 你还在问 就说明你没什么信心 这个愿不够恳切 所以真正念佛人 这个信愿一定要坚强 坚强到什么程度啊 此生 非去净土不可 什么人拦都拦不住 这个是过去偶艺大师说的 偶艺大师表明自己 往生的心愿 说的斩钉结钱 说前面 千圣其林 遮不住 前面有一千尊圣人 就是哪怕在我的面前 出现一千尊佛 挡住我 挡不住的 后面呢 万牛共挽 不回头 后面有一万头牛 在挽 在拉 拉不动的 我肯定是往前面跑的 那一万头牛是谁呢 那一万头牛啊 就是我们心里面牵挂的人 是物 一万头牛 算客气了 我们后面好像有五两头牛 那一个牵挂的念头 就是一头牛 小的牵挂 小牛图 大的牵挂 那就是大牛 牛的力气大 所以用牛做比喻 牛又很倔强 代表执着 其实我们后面有很多牵挂 有很多固执 可是对于一个真正要往生的人 要认清楚 这些都不成为障碍 我能舍得下 那个牵挂障碍力量很大 我的信愿之力更大 大到能够超越这些牵挂 这些障碍 这就是转业力为愿力了 这是偶艺大使表明自己的愿望身心 重令虚空有时尽 哪怕这个虚空还有尽的时候 我此持明永不休 我这一种信愿念佛的行使 永远不会放弃 你看这是信愿的标准 像我们今天 说要往生 有气无力的 哎呀不知道能不能往生 反正就念念看吧 能往生就侥幸了 不能往生 那也没什么办法 这明显就是信心不足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在内心里面 立下这样坚定的誓愿 此生非去净土不可 这样我们才算对得起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就在等我们下这个决定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有没有看到 就是后面的阿弥陀佛 有人说那是像啊 哎呀你要是看到像 那就真的是一尊像 那就是真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天天 眼睁睁在盼着我们 赶紧决定 赶紧下决心 阿弥陀佛早就等不及了 到时我们在这边犹豫来犹豫去 我们到最后不能往生了 还怪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来接我 为什么我不能去 真是冤枉啊 阿弥陀佛是巴不得 每一个众生 当下就往生 只要众生下定这个决心 然后这种念佛的行驶 保持不间断 跟这个世间远近的时候 阿弥陀佛必定 承愿来接引 佛有愿力要接众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要在信愿上 重新检点一下 我们的信愿 是否真的坚定了 我看到那个哉堂 有一副 南无阿弥陀佛的条副 两边写了两句话 那是加强信愿的话 克露西山 切莫眷恋 什么意思呢 克露西山 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 说佛事情 我们是来做客的 我们是旅客 我们看到的山和大地 一切美景 只不过是旅途当中的风光 千万不要留恋 不要觉得 马来风光还挺不错的 今生没看够 下辈子我要发愿 还要投身到马来西亚 如果这一生是生活在这个州 下辈子就投到下一个州 不要眷恋 一丝毫的眷恋都不要有 然后说 故乡风月 直徐称当 故乡风月呢 那就是我们本有的家园 极乐净土 那是我们的家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家 作为兄弟姐妹 听明白了 不要见外啊 不要一听 法师怎么给我们套近乎 兄弟姐妹来了 按照念佛人的这个观念 我们岂不是一家人吗 我们将来都要回到极乐世界的大家园啊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家 对不对 既然是我们的家 除非自己不愿意 如果自己愿意 有不能回家的道理吗 有没有这个道理啊 家是我的 我什么时候想回去回吗 没有人可以障碍我 这个观念要认清楚了 极乐世界是我的家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 回不了家 如果是最终没有回去 只有一个原因 自己不愿意 古人早就说得很明白了 自是不归归便得 故乡风月 有谁争 这两句话 中风国诗在三十系念里面 引用了 五湖烟井 有谁争 意思是一样的 印光大诗 在文朝里面多次引用 这是唐朝的一个大诗人 写的一首 《诗念故乡》的诗 里面出现了两句话 用在念佛人身上 非常贴切 自是不归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自己 不愿意回去而已 如果我愿意 自然就回家了 就是我们不回家 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们有很多理由 我有很多事情 总而言之 暂时不回去 只要我们愿意 有很强烈的 回家的意愿 那么家 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出现了 很快就到家门口了 自是不归归便得 故乡风月 有谁争 念佛人 常常想一想 这一种感受 再念起这一句阿弥陀佛 再想到极乐世界 那就非常亲切了 阿弥陀佛是谁呢 是我们的大家杂 不要见外啊 我们都会供祖先牌位 其实我们真正祖先在这里 阿弥陀佛才是真的 我们天天都想着回家 家里面很温馨 有很多眷属 其实这个只是暂时的 眼前的这些眷属 也都是一期的姻缘 都不会长久的 真正长久的家园 在极乐世界 那一边的眷属 多的超乎我们想象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而且一个比一个 关心我们 不像这边的眷属 一个一个都在打我们的主意 美其名曰 关心 实际上是打着关心的口号 在打我们的主意 夫妻之间真正互相关心 毫无所求的 给对方付出的 越来越少了 父母 儿女之间 儿女对父母 一无所求 像二十四孝里面 纯粹尽孝心的 也越来越不多见了 所以想到这里 联系一下 我们另外一个家 就会感觉到 特别温馨 哪一天自己 想要离家出走 这个离家出走 我是离开这个世界的 马来西亚的家 赶紧就要想到 回净土的家 如果暂时找不到呢 找不到没关系 就到这里来 到弥陀山来 这里 是我们回家的中转站 大家通通集合到这里 我们主团回家 好吗 所以走进来 大家通通不要见外 我们一定要培养 这样一种感受 然后 我们念佛才有信心啊 要不然很多人就说了 这句阿弥陀佛 念来念去 念得枯燥得不得了 没有兴趣 现在知道了 念阿弥陀佛是干什么呢 念阿弥陀佛 就是打电话给家里人 我要回来了 我要回来了 赶紧给我做好吃的 准备出来接我 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一想 这样多亲切啊 不用等到什么念的 念佛三昧 功夫成片 天天在那边 这个眼睁睁的等 好像这辈子也没指望一样 现在我们换一种想法 马上就感觉到 我们已经跟阿弥陀佛 联系在一起 其实这就是功夫成片了 心心念念 不理意阿弥陀 不理意净土家园 这是用在我们念佛 求生净土上 用在其他任何 大成法门上 这两句都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一定要发心 一定要立愿 然后才能成就 度众生 成佛道的大事应验 愿力不可思议 接下来呢 是反正 反正就是说 如果不发心 不立愿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情节 大师这样告诉我们 苟不发广大心 苟就是假如 假设 假如不发这一种广大心 心上用广大两个字 这是说菩提心的象状 菩提心 我们要形容它的话 它是什么样子呢 如虚空之广 甚至虚空都不足以形容 菩提心量之广大 这是我们自信本有的境界 那么想到这里 我们就对照一下 我现在的心量足够广吗 足够大吗 有时候啊 我们看到 现在到处在题上 世界和谐 地球一家 感觉到这个心量 已经够大了 是不是 更何况很多时候 恐怕马来西亚 都不一定能够包容 何况地球 可是佛告诉我们 纵然我们 把这个大千世界都包容了 这都不是真心 真心是什么 真心能包容虚空法界 那就是华言经上形容的 菩萨的心量 心包太虚 两周杀 经上 有一个比喻 愣言经上 这样说的 说现在的虚空法界 放在我们的真心 本性当中 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 晴天的时候啊 蓝天白云 看到空中 一朵云彩 这一朵云彩 就好比是整个虚空法界 然后整个太虚空呢 就好比我们的真心本性 就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的虚空 放到我们的真心本性当中 就好比一片云彩 放到现在的太空当中一样 犹如片云点太清理 就是把整个虚空法界 拿来跟我们的真心自性相比 也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个心才叫广大心 所以我们就能想象 祝佛如来 他们的心量多么广大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心量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人为的 把这种心量缩小了 本来很广变得很狭隘 本来很大 让它变得很小 心不能小 但是我们常常很小心 小心是可以的 不要让心变得越来越小 修行人 衡量自己的修学功夫 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 就是自己的心量 有没有脱开 今年跟去年相比 心量有没有脱开 刚刚过年了 去年有没有进步 这几天就可以对照一下 心量有没有扩大 以前不能包容的人士 现在能不能包容 从这个地方去检点 这是唯一的标准 在心地上下功夫 如果不发这一种广大心 不利这一种坚固之愿 院上用坚固 经上这样为我们讲 这个坚固要坚固到什么程度呢 甲石热铁轮 与我顶上穴 上面有一个大火轮 就在我们头顶 火就烧到我们了 这形容什么呢 形容我们受了极大的压力 遭受了很严重的痛苦 用这个来比喻 纵然遭遇到这样的苦难 终不为此苦 退是菩提心 也不会为了这样的苦难 而退转我所发的心 我所立的愿 那么这个愿才叫坚固愿 经上有很多这样的比喻 假设 就是假如我们发心 我们立愿 比如说念佛人 我们要发愿往生净土 先不说成佛度众生了 我们就说发愿往生净土 你这边刚刚发愿 然后旁边就出现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呢 用一种恐吓的方式 来出现在我们面前 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个恶鬼 罗刹 然后就跟我们讲 你敢发愿到极乐世界去 我跟你没完 我要杀了你 我要把你推到地狱去 看你还敢不敢发愿 还敢不敢 考虑一下 无量寿经上也有另外一个比喻 讲史 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大火 这比喻是一样的情节 就是我们发了愿 要去极乐世界 前面出现了大火 现在问你 你敢不敢从这个火中穿过去 有没有这样坚定的信愿 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那有人说 怎么可以啊 这一穿布烧死了 谁去极乐世界 这是假设而已啊 我们连假设的勇气都没有 那我们要往生的时候 真的出现这些障碍 我们还有这样的勇猛心 还能够生得起这样的坚固愿 坚定不移地往西方去吗 那就有问题了 而经上所讲的这些菩萨们 他们发的行 立的愿 远远超过这一种艰难 真的是男人能忍 男行能行 经上有这样一个公案 也是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有一次他做国王 广修布施供养 利益众生 因为他发心很真诚 对世间一无所求 不求任何果报 就是纯粹发现利益众生 来累积 无上正觉的质量 结果他这么一做呢 震动了 刀立天主 刀立天主 就是中国人讲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的宝座震动了 他就用天眼 往下界观察 怎么回事 发现人间 有一个行菩萨道的国王 他现在拼命地在行菩萨道 他的福报 他的德行 远远超过自己 刀立天主就很担心 自己这个王位不保 将来有一天 会被这个国王取代 于是想办法 不行 不能坐在这边等着 要赶紧去阻止他 他学得太厉害 太认真了 学一点点善嘛 没关系 学得这么认真 又无所求 刀立天主坐不住了 毕竟是凡夫嘛 于是就赶紧化身 到人间来 来到这个国王面前 现出一个很庄严的 像菩萨一样的身相 就跟国王讲 说大王啊 您啊 不要再行菩萨道了 不要再修布施了 不用再帮助这些众生了 国王就问 为什么 这个天神 就是刀立天主变化的天神 就跟国王讲 你这样做 对你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国王说 何以见得呢 有什么证据呢 然后这个天神 马上就在旁边 划线出地狱的境界 他自己变得 天人有神通 这个地狱里面 很多众生正在受苦受难 国王看到又升起了慈悲心 哎呀 这些众生在受苦受难 怎么帮他们 他就向这位天神请教 请问啊 这些众生造了什么罪 堕在地狱受这么大的苦 他说天神就一本正经地讲了 所以你还是去问他们嘛 让他们来告诉你 其实那些众生都是他自己变的 然后国王就回过来 问这些地狱的罪人 说你们在世的时候 做了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今天堕到地狱 受这么大的痛苦 这些第一众生就说了 说大王啊 您不知道啊 我们在世的时候 都跟您一样 我们是广修布施供养 救了很多众生 可是谁知道 我们死了之后 都堕到地狱受苦 所以国王您啊 千万不要再这样做了 您如果再这样做下去 也会跟我们一样 到地狱去的 道理天主心想啊 你看到了 这下你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吧 你要再做下去 将来也会到地狱 吓唬他 谁知道 这个国王 丝毫都不畏惧 回过来 转过身 就问 这位天神 说既然 这些发心 行菩萨道的人 都堕了地狱 那么 他们曾经帮助的众生 去了哪里 天神 天神就说了 他们啊 都到好地方去了 都去想福报了 有的升天 有的到很好的地方去投生 你不用担心他们了 这个时候 这一位菩萨国王 满意的点了点头 说这正是我要的结果 这正是我要的结果 哪怕我堕地狱 只要我曾经帮助过的人 他们到更好的地方去 我不会为时 中断我的行驶 不会为这一点苦难 退失我的菩提心 菩萨愿 我对自己的果报 一无所求 这个话说完 这位天神 惭愧的五体投地 赶紧献出 刀利天主的身份 向 这位菩萨国王致敬 说我太小看您了 我还以为啊 您这样做 是为了求自己的果报 谁知道 您是一位菩萨 真正的菩萨 哪怕 在这样的苦难面前 也下不倒你的菩提心 也不会让你的菩萨愿退失 这是菩萨因地修行时候的 一次经历 这为我们现身说法 就是我们的发心 我们所立的愿 有很多时候 在顺境里面感觉到还不错 稍微遇到一点点逆境挫折 我们这个心愿就会退了 且不说其他人 我们念佛同修 最近过得挺不错 感谢阿弥陀佛保佑 我多念念他 最近很倒霉 阿弥陀佛怎么不保佑了 好像念阿弥陀佛 也不怎么管用呢 有时候心里面还在发牢哨 怎么回事啊 阿弥陀佛好像不灵了 我前段时间念他 做生意就发财 最近这段时间好像亏本了 前段时间很如意 最近这段时间好像很倒霉 我们生活中 这一点小小的顺利静缘 就能够让我们的心愿动摇 那就谈不上坚固了 所以坚固的心愿 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退 经上佛陀这样给我们讲 有五种力都非常坚固 第一种是忍力 就是忍辱 一教经里面佛这么说 能行忍耻 乃可名为有力大人 就是什么样的人 称为有力之人呢 是不是这个身体很强壮 能够举起上百斤的东西 叫力气强壮 力气大呢 不是 能够行忍辱波罗蜜的人 是大力之恩 大力之恩 因为别人不能忍 他能忍 所以忍力很殊胜 不可思议 然后 慧力 就是智慧之力 智慧能够让一个人 简别是非 分辨 增加 如果没有智慧 往往会做出很多 愚痴的事情 所以智慧为力 也不可思议 第三种是福德之力 有福报 有德行的人 走到哪里 他都不会担心 自己做事情有障碍 福报大的人 往往能心想事成 想做什么 源就来了 有德行的人 走到哪里 也都会被人尊重 所以第三种 福德之力 第四种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业力 业力不可思议 第五种 就是愿力 前面 人 会 福 业 这四种力 加在一起 佛说了 愿力为罪圣 幸好愿力罪圣 这是我们转凡成圣的依据 就是我们为什么修行能成佛 或者我们通常讲 为什么命运可以改变 就在这个地方 原理就是这里 就是在我们的愿 愿足够强的话 它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能够转业力 就是转变种种恶业 成就大慈大悲 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 这个愿一定要发 而且一定要坚固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把自己的愿 好好地巩固一下 没有发的 赶紧发 这七天 每天至少要劝一次 已经发的 晚上睡觉 都不能让他失去 一定要让他兼顾 不要一觉醒来 不愿意了 昨天还说要度众生 今天就不愿意了 昨天还说 我要去极乐世界 今天一想又后悔了 这样不可以 无论如何 要让这个心愿兼顾下来 非常重要 下面大师为我们说明 这里面的原因 假如不是发广大心力兼顾愿 那么 众经成节 成 是微成 成节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大节 我们都知道 时间很长 平常我们听经 多少都有这么一个概念 人的寿命 从十岁开始算起 每过一百年增加一岁 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叫一个增结 从八万四千岁开始 每过一百年减一岁 一直减到人寿十岁 这叫一个减结 一增一减 叫一个小结 二十个小结 是一个中结 四个中结 成住坏空 是一个大结 有兴趣的同学 下去自己算 一结有多少年 这是结啊 单位 多少个结呢 把大千世界 碎为微成 不用大千世界了 我看我们弥陀山地上的 微成就够多了 就是把整个地球 碎为微成 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一粒微成 算一个大结 这么长的世界 真的是无量无别 很可杀结 没有法子用数目之去算 纵然我们修行 经历这么久的时间 依然还在轮回 还在轮回中 不能处理 虽有修行 总是徒劳辛苦 纵然我们认为 我们修得很不错 还像那么回事 但是因为缺乏广大心 没有坚固的誓愿 这一种修行 算是什么呢 我们平常讲 算累积经验 好听一点 说真话 真叫白费功夫了 因为我们没有达到目标 甚至有时候 还会偏离方向 有人说我也很辛苦 我也走了很久了 不是这么去理解的 本来我们想到南面去的 结果我们往北面走了 而且走的路加在一起 可能要超过我们的目的地 中间的路程 走了这么远 也没有走到目的地 别人就说我们错了 我们不甘心 我们说没错 我走的路比你走的还多 你干嘛说我错呢 我们还会感觉很冤枉 修了无量节都还没修成 按照世俗的话讲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在这个地方苦劳也没有 就白费功夫 因为方向错了 方向错了 走得越远 离目标越远 不是说走的有问题 而是出发的时候 没有认准方向 就是心没有发出来 愿不够坚固 目标偏离 或者根本就没目标 这样一来 这种修行就非常可惜 所以下面大师就特别引用 《华言经》上的一句经文 再一次为我们说明 发心的重要性 故《华言经》 《华言经》是佛陀最初成道 在菩提树下 为法身菩萨 所讲的圆满的大经 称为根本法轮 在这一部经里面 有很多对于菩提心的精彩开始 其中这一句 忘世菩提心 修读善法 事明摩业 因为 兴安大师 把他引用到文章中的缘故 所以广泛的流传在薛夫人当中 这一句经文 很多同学都听过 虽然《华言经》很长 不一定从头到尾 完整地读过 这一句经文 常常会听到 就是兴安大师把他引用出来 经上这样讲 菩萨已经发了菩提心 可是在以后 在世间 忙来忙去 忙到把菩提心忘掉了 然后他也修种种善法 做种种善事 可是经上说 他着魔了 圣明摩业 修的这一切最后 都是摩业 摩是什么意思啊 摩这个字 原本是折磨的磨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魔鬼的磨 原本是折磨的磨 那个鬼本来是石头 早期翻译的经典 里面都是有石头的磨 梁武帝 看到这个折磨 太可怕了 比遇到鬼还可怕 所以他就把石头 改成了鬼 就是你要不知道 什么叫折磨的话 你就想一想 遇到鬼是多么可怕 那就叫折磨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佛经上呢 给我们讲 磨 有好多种 归纳起来 有四大类 五音是磨 烦恼是磨 生死是磨 还有六欲天天磨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假如一个修行人 忘失了菩提心 忘失就说明 他曾经发过 说的具体一点 就以我们自己为例 我们曾经发过菩提心 或者现在开始 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 以后慢慢忘了 为什么会忘呢 太忙了 我们一忙起来 就忘东西啊 把菩提心忘掉了 虽然忘掉菩提心 还在做世间的种种善业 比如说 也在修布施 也在修供养 也在做慈善 也在救济众生 因为忘了菩提心 所以这个里面 就会产生执着 菩提是觉悟啊 就是说 他忘记了 应该用一种觉悟的心态 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同时修善 有菩提心的人修善 他不会执着所修的善 没有菩提心 或者忘掉菩提心的修行人 他就会执着所修的善 因为执着的缘故 里面就会有得失 有得失就会生烦恼 说的比较直接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做善事 如果得失心很重 就是我们把菩提心忘了 可是事情还在做啊 没错 事情在做 做的过程中就在受折磨 为什么说在受折磨呢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别人赞叹我们 我们就很开心 别人啊 不理解我们 还要讽刺 诽谤我们 我们就很难过 是不是很难受呢 这就着磨了 磨就是折磨啊 在折磨自己 如果用一种觉悟的心态来看呢 没关系 赞叹也好 诽谤也好 这跟我没关系 我只需要认定 这个事情该不该做而已 做完了 我就不会去计较 至于别人怎么说 我不在意 这是眼前的感受 如果这一种执着很严重 一直坚持下去 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 就是没有出离心 于是所修的种种善业 都会成为什么呢 人天福报 成为人天福报 也是很多人 希求的 可是 经上这样讲 如果是以这样的心去修福报 纵然得到人天福报 那也不过是堕落的音乐 这一生修福 来生享福 在人间享福 或者生到天上享福 享福的同时 很少有人不造罪业 佛报 要享尽了 恶业现前 就堕地狱 所以经上称之为三四月 这一生修福 因为没有菩提心 不愿意出离 执着心又很重 所以来生自然而然 感得善果 果报现前 因为菩提心早就忘光了 修的时候都忘了 更何况想的时候呢 所以享福的同时 就会造下严重的恶业 堕落山土 出不了六道 都叫磨业 这个磨业的意思 就是这些所作所为 不是成无上菩提的质粮 变成六道轮回的善恶业力了 哪怕是善的 也不过是轮回中好的一面 对于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讲 这是失败的做法 修行最低的标准 是以初轮回为前提 然后以成佛道为终极目标 以度众生为唯一的事业 这是发心纯正的修行人 所以华言经上 这是跟菩萨讲的 经上确确实实 还举出了一个例子 就是过去有一位菩萨 曾经发过菩提心 但是在世间忙事情的时候 忙来忙去 把菩提心忘掉了 最后 所修的都变成魔意 那么用在我们今天 我们应该引以为继 就是我们大家都发心 到佛门里面来 都发了菩提心 以后在佛门中 会做很多事情 不论在家出家 都会有这样的发心 有这样的因缘 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千万不能忘记菩提心 这些事情本身都是一个过程 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这些事情 看得过分重要 而应当把做事情的这一种心态 看得很重要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弄一个道场 或者做一个佛教事业 发心为的是什么 是借助这个道场 是借助这个事业 利益更多的众生 我也在这个里面 能够提升境界 落实我的菩萨道 可是坐着坐着呢 里面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明文立扬 会出现是非人我 会出现这些事业的成就 慢慢慢慢 有时候我们那个心态 就把握不住 就会跑到明文立扬 是非人我当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跟此地说的差不多 慢慢慢慢 把菩提心忘掉了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这一条岛高速公路 唯一的危险 就是忘记了系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就是菩提心 所以作为发菩提心的菩萨 应当在这个地方要谨慎 系好安全带 就是菩提心 从头到尾都不能离开 话虽然这么说 我们是凡夫啊 凡夫发菩提心 常常会忘啊 那怎么办呢 回到前面 这个经体 文体啊 劝之就很重要了 常常要有人劝 这个人不是别人啊 是自己 不要靠别人劝了 在这个时代 靠别人劝 恐怕几乎也不多了 常常劝我们自己 自己劝自己 天天提醒 我的菩提心 有没有往事 对念夫人来讲 我们说的具体一点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往生净土 为了让更多的人往生净土 因此 这个事情做得很成功 我不认为我有能力 我不认为我有能力 这个事情哪怕我尽力了 失败了 我也不认为我很糟糕 我尽力了 这个世间的因缘如此 而自己在这个里面呢 把得失 看得很淡 不会因为成就很殊胜 产生了一种得意的情绪 也不会因为 遇到很多障碍 而产生一种失落的情绪 始终用菩提心 来把握自己的心态 这样去做 这一条路 就会走得非常平稳 所以华言经上 讲出这样一句经文 大使特别引用出来 来证明前面所说的 发心的重要性 最后总结说 妄施善儿 况未发护 已经发过菩提心 只是妄掉而已啊 只是妄掉尚且 有这样严重可怕的后果 何况发都没有发 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 要体会出大师的言外之意 说明如果不发的话 那就更糟糕了 故事 欲学如来成 如来成 就是无上一成 成佛之道 其实佛法 无二亦无三 唯有一成法 这是佛在法华经上 讲出的真相 那么讲二成 三成乃至五成 是一种方便 最终都要回归 如来成 也就是说 佛说的一切法 都是引导众生 去向无上菩提 所以我们认识到 现在既然我们要发阅 上求佛道 那就必须要圆圆满满的 发出菩萨大阅 不可还也 不能等啊 不要考虑了 前面还让大家考虑考虑 到这里不要考虑了 大师给我们保证 不用考虑 反正发心 我们不会亏本的 我们不会损失什么 只会捡到大便宜 赶紧发 天天发 没完没了的发 让这个心越来越坚固 那么有一些朋友就想 我现在还没考虑清楚 等我考虑清楚了再发吧 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朋友 他说这个发心啊发愿 发了之后就要兑现的 我现在还没考虑清楚 我不一定能做得到 等我考虑清楚 决定能做到了 我再来发 不能等 你先发 发了之后就有一种动力 在推动着自己 往前进 如果发都不发 前进的动力就没有了 所以不可以等 只要我们有这个机缘 听闻到 有充分的理由 必须当下发 大菩提心 好 这一段 我们就学到这里 再看第二段 然心愿心愿差别 其向乃多 若不止成如何去向 经为大众 我们对照 我们对照一下 就是发心的过程中 我们对照一下 我们这个发心 是不是不是纯正 因为发心很多种 心愿差别 其向乃多 归纳起来 这里面说八大类 大师一一的为我们指出来 一一的陈述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标准 去参照 选择纯正的发心 那么这个八条 是对 邪正是一对 真伪是一对 大小是一对 偏远是一对 下面逐一的来解释 请看文章 云和名为 邪正真伪 大小偏远也 这是反问 下面 一条一条解释 首先 事有行人 一向修行 不就自信 但知外物 或求立养 或好名文 或谈现世欲乐 或望未来果报 如是发心 明知为邪 好 先看 这一段 这是在第一对里面 先讲 发心 不是很正 就是发心 偏邪了 邪 就是不正 那么这一些 内容 也只有 我们在学到 祖师 开始的时候 才会说一说 平常 平常都不大 好意思说 不大好意思说呢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说出来 大家好像觉得 这法师好像在 说我们 其实不是说大家 另外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说出来 没准哪一条 自己也有 所以都不好意思 彼此都不好意思 所以就不说了 那么 祖师呢 真的是直言不讳 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 应当好好地对照一下 有者改之 无者加灭 是有行人 这个世间 有一类修行人 行人就是修行人 其他人不说 只说修行人 学佛人 因为只有修行人 知道发心这一回事 有这么一类修行人 一向修行 一向就是 从头开始修行 一直下来 不揪自心 不揪自心 就是不向内心做功夫 佛法 是向内心做功夫的 所以佛法 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内学 就是向心内 下功夫的学问 不是向心外去追求 那么有这么一类修行人 忽略了这个事情 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 不向心地下功夫 那他怎么修呢 但知外物 只在外面修些皮毛 在表面上下功夫 下什么功夫呢 下面就不客气了 这是主师列举几种例子 头一个 获求利亚 不论在家出家 这都值得我们反省对照 就是学佛 如果是为了求得外在 更多的利益 利益就是利益嘛 用利益来养活自己 如果发心学佛 是为了求得更多的外在果报 世俗的果报 这个发心 是不正的 我们不说邪了 说邪不大好听 不怎么正 那有人说这有错吗 求利益 这个是世间的人之常情吗 大家活着不都是为了利益吗 听说到佛门里面来 学了还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有什么错吗 这里说的就是世俗的利益 财色明十岁 这一类的 那么这里面 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相 这是从发菩提心的高度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 我们应当从觉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从觉悟的角度来看 世间的这些利益都是短暂的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有限 而副作用却是无穷无尽 所以不应当把这个作为追求的目标 因此一个修行人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 这个发心就不正了 经上有个比喻 那个锋利的刀刃上面 有一点点锋利 有智慧的人不敢去碰 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用舌尖去舔那一点蜂蜜 尝到一点甜头 可是有割舌的危险 舌头可能会被割掉 就是割作用很大 所以不应当把这个作为追求的重点 那么这里呢 对于我们真正发心学佛的同修来讲 我们现前的生活 就是对我们自己啊 我们的生活 能够过得去就可以了 在现前这个时代 一般人的生活 应该说都还能过得去 对念佛同修来讲呢 自己衣食没有忧虑 可以了 那有人说 难道我就不再去做世间的事业吗 你事业照做 只是说 不要把追求利益 追求世间的利养 当做是重点 那有更多的利养 现前呢 现前没关系 我不追求它 它自然来的 我用这一些来利益更多大众 而我自己本身不需要 这个认识清楚就可以了 因为有些人福报很大 过去生中修的 他就是不求大福报还会来 舍都舍不掉 只要心里面不贪着 不把这个作为追求的目标就行了 有很多可以拿来利益大众 这个是正确的做法 第二种 或好名文 名文就是名称 名誉 好名声 好名声 请问有谁不喜欢 好的名声 有几个人不喜欢 很少见啊 我说的直接一点 有几个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好 有几个人 喜欢听到别人骂自己 就是你来骂我 你骂我一句 我给你十块钱 你骂我十句 我跟你磕头 求求你明天再来骂我 这样的人 从古至今都不多 我们在古书上看到 指路 闻过则喜 孔老父子有个学生 指路 指路听到别人说他的过失 他很高兴 这是指路啊 不是我们啊 我们听到别人说过失 就是再怎么样有涵养 脸色也会多少变一下 因为我们既然学会变脸了 这个时候不变也太可惜了 我们这个变脸比川剧里面的还要快 很多人看过川剧有变脸 他这个手轻轻的一摸 脸色就变了 很多人就想不通他怎么变的 不用羡慕 我们更快 我们这个脸啊 一天之内千变万化 别人赞叹我们 我们就说 哎呀不好意思了 不要说了 还是笑眯眯的 心里在想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 马上又听到另外一个人 说我们 哎呀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口上 有时候会很有涵养 哎呀谢谢你指教 心里面在说 我怎么不对 你才不对呢 脸色也为之一变嘛 所以不容易啊 这一种心态 就是好明文 不容易 所以我们需要 用一种菩提心 去转 这样的 不正确的态度 或好明文 我们今天呢 先把那个好字 慢慢拿掉 就是对于我们的 名声的好坏 不用太在意了 名声的好坏 只不过是一个声音而已 说好说 做是要一番功夫的 所以需要慢慢学习 我们先学着 不要太在意 一点点在意 可以理解 太在意啊 对我们就造成很大影响了 左右我们的情绪 到最后慢慢的 真的完全不在意了 经上 有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这样说啊 就是假如啊 有人 能够听到旁边一个人 在骂自己 骂得自己如影甘露 福出这个人 这个人了不起 旁边有个人在骂 听得很清楚 自己也知道 他在骂自己 自己听到的感受 就像喝甘露水一样 那么痛快 骂得太好了 不是骂别人骂得太好了 是骂自己 骂得太好了 如果一个人 有这样的涵痒 太了不起了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自己心里面 确确实实 如如不斗 对这个名声 完全不在乎了 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说 有点难度 那假如我们遇到这个情况 怎么办呢 有人在骂 建议大家 还是回避一下比较好 要不然马上会起烦恼 如果实在回避不了 这个耳孔塞一塞也行 如果自己真的能够面对 这些无理的骂骂 能若无其事 那也没关系了 这个境界突破 这一关不容易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中都要面对的 好名文当中 比较严重的 是人为的刻意的 为自己的名文 去做一些造势的工作 比如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 自己的名气 到处去宣传 用现代话讲 打知名度 有人说 那佛在经上 不也是在打知名度吗 阿弥陀佛发愿 让十方诸佛体的宣传 这地方 我们就要认识清楚了 用意不一样 佛法中也在宣传 但佛法的宣传 是要让更多的众生 有机会听闻到正法 而不是自我标榜 如果是为了自我标榜 那就是在追求名文 这样一来 那就是轮回的业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认识清楚 那么在今天 我们看到这些形式 很多时候 从外表上很难分辨了 譬如我们今天 大家人与人见面 互相介绍的时候 名片都拿出来 这算不算名文呢 我们举行一个活动 海报大大张登出来 算不算名文呢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佛教界的媒体 天天也在那边播 天天在那边宣传 这算不算名文呢 这要看自己怎么存心了 如果自己 有这样的想法 这一下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了 我一下子出名了 那么这就算名文了 如果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淡 若无其事 只是借助这个机会 让更多的人 有机缘听闻佛法 那是在宣扬佛法 所以关键看我们 怎样去用心 这是第二个例子 下面第三个 或谈现实欲乐 谈现实欲乐 就是眼前这一生的 这个在学佛人当中 还是很常见的 就是我们问一问 很多人学佛 为什么来学佛 因为学佛可以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 就是改变这一生的命运 追求这一生的果报 现实 五一六成 这就是我们看到 了凡先生 了凡事学里面的 了凡先生 追求现实欲乐 那有人说 这有错吗 没错 从世俗的角度讲 这没错 但是 从无上菩提的高度来讲 对一个修行人来讲 这个优点 不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认识清楚 但这也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最初入佛门 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我们常常也会用 这样的方法 去接引一些初学 很多人 他到佛门里面来问 学佛有什么好处啊 没有好处 我干嘛来学佛啊 于是 很多法师就这样 跟他们讲 你来学佛 学佛 求财富得财富 想升官可以做大官 求富贵也得富贵 求儿女 求儿女 得儿女 这一生的果报 只要如法去求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要清楚 对于作为老修来讲 大家都是老修行啊 不是初学了 不用谦虚 不用客气啊 老修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们这个老修是老修不好的老修 怎么修都修不好 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 就是我们现在回过来再看 我们学佛 我们念佛 不是为了求眼前世间的果报 不求他自然而然会有 虽然有 我也不在意 举个例子啊 我们念佛人 我不求世间 眼前改变命运 我也不求 我念佛能够健康 能够长寿 不求世间 什么事情都顺心如意 我这些都不求 没有一个念头 求这些果报 求什么呢 求往生净土 求到极乐世界去 跟阿弥陀佛学习 利益更多众生 我们越是这样认真的去 求生净土 一心念佛 眼前的果报 会改变得更加顺心 这只是一种情况啊 虽然不求世间 而然会有 有也不会执着 只是我们不把这个重点 放在这里了 那么有时候呢 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有学佛人 学了佛之后听说 我这样做会有什么果报 比如说修布施会得财富 有人就去试着 一块两块的布施 一万两万的去捐钱 捐了之后过几年发现 不对 好像越舍越少 不是越舍越多了 于是就开始怀疑 有人又听说 戒杀放生 可以得健康长寿 于是也就慢慢的去做 做了之后发现 好像也没有好转 又开始怀疑 因此对佛法产生疑惑 那么念佛的同修 有时候也出现这样情况 听说念佛 一句啊 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争罪 念佛能够消除种种业障 念佛有阿弥陀佛保佑 有祝福护念 有二十五位大菩萨 昼夜随身护佑 为什么我还那么不顺心 为什么我还那么倒霉 为什么那个讨厌的人 还没消失 这一系列的想法 其实都是有 贪求现实欲乐的念头 所以如果不是这么分析 我们的很多心态 都不容易发现 问题出在哪里 对于一个念佛人 这个世间的一切遭遇 我不求 我只是认真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佛这么教 我就这么做 眼前遇到好的 我要感恩 佛菩萨加持 过去我修的善业 现前了 遇到不好的 千恩万谢 太好了 重罪轻报 学佛人遇到不好的遭遇 不要怨佛菩萨 不要以为我学了佛 一切都应该顺心如意 这么想 太不公情了 过去造了那么多恶业 就这么一笔勾销吗 怎么这么轻松啊 那些众生 我们曾经欠下过他们的债 曾经得罪过他们 我们难道就不负责任吗 不应该这么想 所以学了佛之后 纵然生活上 有些小小不如意 甚至是很严重的不如意 也不可因此退失信心 反而要回过来 加强对佛法的羞耻 这样的心态才是正确的 对于现世的国报 我不求 那么对一些初学的同学 求现世欲乐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有时候 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 去接引大众 就是假如我们有亲旁好友 有认识的人 我们要劝他们学佛念佛 总不能一开始就说 你来念佛 他说念佛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弥陀山有个如意料 你将来死的时候 可以在那边等着往生 我现在可以跟你保证 他一听 对不起 我今天没空 我这辈子也没空 你不要来找我了 就会把人吓到了 那么遇到初学 我们应该了解他的需要 根据他的根性和兴趣 慢慢引导 最初有世间的追求 这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用佛法去引导 慢慢地把它引导到菩提 正道上来 这就是佛门所说 先以玉勾牵 后令入佛制 大家不要听颠倒了 那既然这样 我现在也就用玉勾牵一牵我吧 我们还保留最初入佛门的状态 那我们就停止不牵了 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到了 就要了解 下面还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等待我们 所以不要为眼前世俗的果报产生兴趣 这是第三种 下面第四种 或望未来果报 未来果报 这一生将来的果报 或者来生后世的果报 这一生将来的果报呢 就是学佛人 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朋友 为什么学佛呢 听说学佛将来能让自己生活好一些 这没错的 但是 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就是说 举出的这几种情况 都是现实 都是六道轮回的果报 真正发菩提心的行者 是不应当 把现前将来六道轮回的种种果报 当作追求的目标 这些不值得追求 尤其是对于一个念佛人 这一生要往生净土的人 这个世间果报不值得追求 所以我们只管这样去做就行了 那么有一些学佛同修 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引导 心态上 有时候把握不住 会出现这样的信心危机 所谓信心危机 就是在生活中 遇到不容易 所求不能埋怨 就会对佛法失望 这都是最初把目标定在了外面 但知外物 遭遇到不容易 遇到逆境挫折 也不懂得回过来 反省自己 还在一味的埋怨 埋怨什么呢 这些师父们骗我 他们说佛法很灵的 结果我烧了一年的香 也没发财 听说观世音菩萨很灵感的 我给他磕了一年的头 还许了大院 我的孩子也没有考上名牌大学 听说阿弥陀佛也是大食大悲的 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消很多夜的 可是我也念了好几年 好像生活还是很潦倒 念佛人也有这样情况 念佛是为了改变现前的生活状态 如果这样发心念佛 往生不相应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清楚 我们今天发心念佛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走下去就是无上佛国 这个世间现前的一切国报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从今天开始不要在意 好的我们要生感恩心 不好的要生忏悔心 这个才是一个发心 学佛人纯正的心态 这里讲的是心态 这在纠正我们的心态 如果这些心态不能调整过来 所修的一切 明知为邪 如是发心明知为邪 邪就是不正 不正 就是我们的目标在那里 那是无上佛国 现在我们偏到一边了 所以不正 是这个意思 先说不正的 接下来是教我们 该怎样纯正发心 请看文章 既不求利亚名文 又不谈欲乐果报 为为生死 为菩提 如是发心 明知为正 这一段讲的是 发心纯正的样式 就是我们学佛 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念佛 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很关键啊 很多念佛同修 这一句佛 念得起烦恼 往往都出在心态上 为什么念佛 念得起烦恼啊 就是本来听说 阿弥陀佛 很慈悲的 念念会保佑的 结果念了之后发现 好像没保佑 如果保佑的话 我为什么还那么倒霉 其实不倒霉 什么叫倒霉 生活中遇到逆境 这不叫倒霉啊 这要看我们 怎么去理解了 如果我们用 纯正的觉悟的心态 去理解 眼前的逆境 那就是帮我们 消业障啊 幸好我们念佛了 这些业障 让我们提前消掉 大家想一想 这些业障 如果放在灵命中时 那可真的要命啊 幸好现在我们还健康 遭遇到一点折磨 还能受得起 顶多埋怨几句 发几句牢哨 平常发牢哨 问题还不大 灵命中时要发牢哨 试试看 发着发着 这一口气不来 阎乐王就把你请去问话了 就多到山途地狱去了 所以修佛人 在现前 遇到这些障碍 应当暗自庆幸 重罪轻报 而且 那个因 又不是别人种下的 我们自己种的 干嘛要怨别人呢 还怨佛菩萨 那真的就太冤枉了 学佛人 念佛人 如果怨佛菩萨 真叫 没良心 阿弥陀佛那么慈悲 我们感恩都来不及 有什么理由去怨 就是我们在这边怨 在这边受苦 佛菩萨也没有怪罪我们 还在旁边安慰我们 我们也看不到 也体会不到 还是埋怨 虽然如此 佛菩萨的慈悲心 丝毫不达折扣 真叫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应当 从这个角度去看待 那么既然真正学佛 我们现在认识到 要怎么发心呢 既不为利养名闻 前面的几种情况都回避 也不贪娱乐果报 现世娱乐将来果报 我通通都不求 为什么发心呢 伪以伪以生实 说小了 我是为了了生死 来学佛 来念佛 说大了 是为菩提 为度众生 而来学佛 念佛 果然这样发心 明知为证 这就是我们学佛的心态 学佛的态度 念佛的态度 假如大家进到念佛堂 参加佛系 都是为这样而来的 就不会起什么烦恼了 我到这边来 不是为了来吃饭 也不是为了睡觉 睡得很舒服 是不是 所以饮食差一点 没关系 不过到场也不会因此 就把伙食弄得特别糟糕 不会想反正没关系 随随便便就可以了 不会 也不是为了是非人我而来 也不是为了杂心闲话而来 我是为了了生死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为此走进念佛堂 来发心念佛的 果然这样的话 那么在念佛过程中 我们所遭遇到的 这些不如意啊 跟我们平常生活习惯 不一样的这些境遇啊 就会一笑了之 若无其事地去看待了 这叫发心纯正 为什么念佛前 一定要发菩提心 道理就在此地 没有这样纯正的心态 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着念着 就起烦恼了 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还念什么阿弥陀佛 睡着睡着 那个人又在 打吼 憨生士气 睡着正香的时候 有人半夜又起来了 很讨厌 在念佛堂绕佛 绕着绕着 前面那个人 不知又走错了 就不会产生 这样的想法了 我不是为了 看这些来的 我是为了了生死 为了往生净土 而来参加佛系 而来念佛的 有了这样的菩提心 这句佛号就很容易相应 一向专念 这是纯正的发心 合起来 就是邪正一对 再看下面第二对 念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话众生 闻佛道长远 不生退窃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倦 如灯万人之山 必穷其顶 如上九成之塔 必造其滇 如是发心 明知为真 这是第二对里面的 头一条 真 发心真 真就不讲 念念上求佛道 就是我学佛 存什么心呢 上求佛果 下话众生 就是我们学佛人 在生活中起心动念 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呢 在此地说出来了 我的所作所为 要与诸佛相应 要对众生有利益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标准 下面更进一步为我们分析 闻佛道长远 这要上求佛道 佛道是那么好求的吗 我们今天好像也无所谓 也不知道成佛是怎么回事 反正糊里糊涂 听说成佛不错 是不是 可是经上告诉我们 成佛 没那么容易 凡夫发心 要修行成佛 需要无量大吉 听闻到这么长远的路途 不要害怕 不胜退却 就是我既然下决心 要走这一条路了 哪怕这个路途再遥远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里说的就是 要发长远心 发起这样的心 就不容易 所以这个心一发 经上说 就超过二成圣词 法华经上 为我们说了一个辟语 化成欲 化成就是变化的一个城市 菩萨在教化众生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众生 劣根性很强 如果跟大家说 要成佛 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 才能成 很多众生就害怕了 这么长啊 算了算了 我还是不要成佛了 于是 菩萨就很善巧 引导众生 没关系 你先走着 终于有休息的地方 假如这个佛道是五百游巡 菩萨就带领着这一些学人 往前走 走到路途 一半的时候 哎呀 这个很多人就走不动了 走了这么远 怎么还没有到目的地呀 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退心 就懈怠了 于是菩萨 就很善巧 在前面不远处 变化出一个大城市 哎呀 让大家看到 前面目的地快到了 赶紧加把劲 赶紧加把劲就到了 于是大家来到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吃喝玩乐 应游尽游 一切果报都具备 大家在这里面休息完了之后 已经有精神了 于是菩萨就说了 这里只不过是中途休息的地方 不是目的地 大家一听啊 不是目的地怎么办 往回走吧 不行 反正走了一半 往前面跟往后面路途差不多 既然走到一半 那就咬紧牙关 走下去吧 这就是法华经上用的化成欲 到成佛的路途 五百优寻 正得身闻二成圣者的果位 三百优寻 就好比走到中间一半 停一停休息一下 然后再鼓励大家继续前进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说法的一种善巧 就好比我们今天劝人学佛 直接跟大家讲成佛 度众生 很多人说这跟我没关系 那是释迦摩尼佛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好 先劝大家做人 好好做人 好好把这件事情做 很多人说这个可以 有了这个基础 然后再慢慢引导他 要有出离心 因为这个世间 最终我们都要离开 要生起出离心 于是有些人又发起出离心 有了出离心 引导他念佛 往生净土 到净土之后 离成佛就不远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发起这样的心 我们不要说得太远 这一生一定要坚持住 对我们来说 这就很难得了 我们换个说法 稳 往生长远 不要退传 因为对我们来说 往生就意味着成佛 下面说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倦 度众生不容易 很辛苦 我们现在谈不上度众生 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愿 真正发菩提心的菩萨 对于任何一个众生 都是不舍弃的 宝极经里面为我们介绍 常经浸菩萨 常经浸菩萨 大家熟悉吧 读弥陀经 常经浸菩萨 为什么叫常经浸呢 经常这样讲 这一位菩萨 为了度一个众生 有一个众生特别顽固 刚强难化 大概比我们都顽固多了 这一位菩萨呢 跟着他 无量节教化他 他到人间 菩萨也到人间 他到地狱 菩萨也到地狱 就是这样 他走到哪里 菩萨跟到哪里 以种种身份教化他 教化了无量节 这个众生还没觉悟 还不回头 来大家做个决定 要不要放弃他 我们今天不用无量节了 三番五次 我们差不多 耐心就到极限了 可是这位常经浸菩萨 依然没有丝毫 舍弃这个众生的念头 所以称它为常经浸 就是度众生 不疲不厌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倦 我们今天无法体会 这些菩萨的伟大 我们感觉菩萨 好像做的事情 跟我们没关系 其实菩萨这一种慈悲 超乎我们想象 就是我们这些众生 这么刚强 这么顽固 菩萨居然那么有耐心 一直在等 等到我们什么时候回头 菩萨都不会觉得 等得太长久了 没有 就是我们这一次 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 释迦牟尼佛 也等我们很久了 到这个时间 来了八千次 而这位阿弥陀佛先生 等了十个大劫 伸着手在那边等我们 我们就是这一辈子 不想去 阿弥陀佛还会在那里等 所以拜托啊 我们还是这一生去比较好 这是我们今天明了之后就知道 这些具足菩提心的修行人 他们真的叫大慈大悲 那么我们今天学呢 就用在往生上 往生这一生 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 下面用两个比喻 如灯万人之山 必穷其顶 万人形容山很高 一人是八尺 万人呢 就是八万尺 八万尺 挺高了 这是形容山很高 那么我们要登山 我们有时候出去旅行啊 登山 登山的时候 有时候爬到一半 就觉得很累了 算了不要往上去了 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在菩提道上呢 也会出现这样情况 所以学着学着 有时候会退心 此地就是勉励我们 无论如何 不要退心 既然走了这条路 坚持下去 只要坚持 就有进步 虽然这么说 我们还是一个不小心 退下去了 因为有时候坚持真的太难了 且不说别的 单单说往生的信愿 我们如果能够在任何境界中都坚持得住 这就不容易了 顺境中能坚持 也不容易 顺境中是什么 顺境就是忽然发财了 一个亿莫名其妙来了 佛系不参加了 虽然还有五天 我没空了 会不会这样 现在是没有啊 我们可以表态 肯定不会 明天忽然有了 马上我们就改变心态了 顺境中 人也会迷失自己 退转 内境呢 遭遇到严重的打击 也不太容易 保持这样一种信愿 所以才特别强调 无论如何要坚持 像登山一样 要穷其顶 如上九层之塔 必照其天 这个塔很高 有九层这么高 那么我们一定要登到最上面一层 登得越高 看得越远 中国古人有这样一句话 说行百里者 伴九十 就是走路啊 假如这个路程是一百里地 五十公里 一百里 走到多远 才算走到一半呢 一般人的观念是 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嘛 古人认为 应该是走九十里 才算是走一半 什么缘故呢 就像登山一样 越往上越累 越往后 越难坚持 可是越难坚持的时候 越要坚持 才显得难能可贵 所以发心学佛的人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不发心 不精进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障碍 最近发心 最近特别精进 什么障碍都来了 又是身体不舒服 平常你不认真的时候 身体好好的 天天睡大觉 现在要精进念佛了 不是这里痛 就是那里痒 不是发烧 就是感冒 平常检查不出来的病 这个时候忽然发现 好像通通都有了 这是内在的 外在呢 平常你不用功 不修行的时候 大家看到你都好好好 不错不错 你现在要发心 要修行了 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了 别人看到你 都说这个人别有用心 于是我们就认为 障碍都来了 这个是正常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跑得快了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在运动 我们运动的速度越快 是不是阻力越大 这个原理我们知道吧 物体运动的越快 阻力就越大 你站在这边 原地踏步的时候 一点阻力也没有 就是我们没进步 不愿意修的时候 一点障碍都没有 为什么没障碍 因为不值得障碍 要认识清楚这一点啊 所以没有遇到障碍 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遇到障碍 说明自己再进步 要暗自庆幸 太好了 我已经有进步了 还要接下去 继续努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为我们说明 这个真心发出来 什么叫真呢 真就不假 不会退 不会变 这个心才叫真 如是发心 明智为真 真正发出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而且永不退转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这是值得我们去勉励的 再看下面 下面说的是不真实的 有罪不惨 有过不除 内酌外轻 使情终代 虽有好心 都为明智之所夹杂 虽由善法 复为罪业 之所染物 如是发心 明智为伪 真跟伪相对 伪就是虚伪 虚假不实 有罪不忏 罪 就是以恶心 犯的过失 叫罪 那么如果是无意 犯的过失呢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过 所以平常讲罪过 罪是严重的 有心的 过是无心的 虽然无心 但毕竟是错的 叫过 有罪 不肯忏悔 忏是什么呢 忏就是认识到 这个事情错了 也不掩盖它 愿意改过自行 有罪也不肯忏 那这就说明 不是真修行 不愿意修行 不愿意改 自己的过失嘛 有过不除 有过失 也不愿意去除 内拙 内心里面 拙 就是污染 贪嗔痴满 疑 充满 外面呢 表现出一个 很清净的样子 就是我们常说的 装模 做样 这个话 祖师说的 我们有时候看看 好像都在说我们自己 我们装模 做样一样 装得还挺像 外表很清净 希望装到有一天 变成真的 装个样子也不错 装久了就变成真的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使勤终戴 开始很勤奋 可是慢慢的就懈怠 为什么会慢慢懈怠呢 因为他所求的果报 没有得到 凡是这种情况 都是把目标定在了外面 譬如我们常常会 看到这种情况 念佛同修 为了求感应 拼命用功 结果念了一段时间 没有感应 他就退失信心 认为念佛 好像没什么 实际的用途 也没有感应 也没有见到阿弥陀佛 也没有看到莲花 但是念佛好像现在 什么证明也没有 退失信心 不应当这样 念佛不是要求感应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修行如果把感应 当作追求的目标 往往会失望 而且还会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念佛同修 不要求感应 不要求感应 自然而然 有的感应 也不要执着 我只是求往生 如此而已 然后按照阿弥陀佛的愿力 我去念佛 还有一些 求世俗 前面所说的果报 因为他很用功 结果这些果报又没来 他就懈怠了 就认为这样做 好像没有意义 因此退转 这就是佛门常说的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 佛不见了 越学 越没有信心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不是真正向内 去改变自己 真正学佛 是要向内 修正自己种种错误的行为 如果这样去修 就会发现 自己内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们有很多过程需要改 越修会越有信心 不至于越修越懈怠 虽有好心 有时候也会有些好心 做些善事 修起一些善法功德 但是都为名利之所夹杂 里面夹杂着明文立扬的心 虽有善法 复为以罪业之所染物 如是发心 明之为为 这个话不难理解 大家自己去体会 那么在我们 学佛人当中 这些事情啊 肯定也是有的 假如我们自己 或多或少的 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应当对照之后 加以改变 把这一种不正确的心态 调整过来 这个心为什么叫伪呢 伪就是虚伪 虚伪就是不真实 不能长久 这一种心注定会消失 会退转 就是为此而发的心 这个心肯定不能持久的 所以我们认识到之后 应当避免这样的存心 回过来 向前面存证 存真的发心 去学习 这是第四种 总结起来 这是第二对 下面还有两对四种 这个发心的八种差别 讲的都非常详细 那么这一堂课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有证 武林 时